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当前已经服务了数百家客户 那么by the way 那么Pylo就是OLAP它的反写 那么意义着完赚OLAP 这也是我们研发Dawis和Pylo的一个初衷 那么接下来 首先我来总体介绍一下Dawis项目的一个发展历史 那么Dawis是于08年诞生的百度的 距今已经14年了 那么自单身以来呢 Dawis成功的应用于百度蜂巢的实时报表 以及百度统计的这个数据分析等等重要的业务场景 那么随着百度内部对于实时数据分析的一个需求 预加广泛 那么Pylo也找到了大规模的一个应用 那么如今呢 在百度内部有超过140个业务线 都在使用Pylo的数据商库 那么随后呢 在2013年 我们对Pylo的架构进行了一个重构 引进了全新的MPP的一个架构 以及面向数据分析的专有数据模型 那么这奠定了我们当今Dawis的一个基础 那么在2017年 我们在百度云上 推出了原生生存产品Pylo 并且呢将其核心引擎开源 并且正式开始推进我们Pylo的商业化 以及开源 那么在一年后 我们将Pylo的核心引擎 捐赠给阿巴西软件基金会 并且正式命名为Dawis 那么这就是Dawis项目 它的一个发展的来源 那么经过四年的一个发展 我们在今年呢 正式推动Dawis项目 完成了一个从复发期的毕业 同样成为阿巴西的顶级的项目 那么可以看到 自进入复发期一来呢 我们也很高兴的去推动 并且见证了社区各项核心指标的 一个高速的增长 那么尤其是过去两年以来 那么我们的核心的一个贡献者数 和合约贡献者数 它都有着一个数倍的一个增长 并且这些指标仍然在持续的增长之中 那么随着Dawis项目 致命度不断的一个提升呢 那么也有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使用 或者参与这个Dawis的项目 那么当前呢 我们有超过4000的一个用户在使用Dawis 那么其中就有超过500家企业级的用户 那么相比过去几年 我们每年都是在一个将近翻番的一个 一个快速增长之中 那么这些客户呢 就不乏一些像美团阳小米 京东等等这些头部的企业 并且呢 他们不仅是在使用Dawis 他们也是在参与我们Dawis的项目的贡献 与我们一道推动了Dawis项目 它的高速的发展 那么在此呢 我也向大家表示一个由衷的感谢 那么同时我们也逐渐开始获得 在开源行业的一个关注和认可 那么过去两年以来呢 我们获得了多个重量级的行业奖项 那么最近一次呢 在今年上半年的一个开源中国 最受欢迎开源项目的一个评选之中呢 Dawis名列大数据和AI项目的一个分类的第一 这样的成绩呢 来之不易 那么离不开我们社区各方开发的朋友的一个大力的支持 也特别要感谢我们ABAX软件基金会 各位导师的一个指导 感谢大家 那么接下来 我将深入介绍Dawis的各项技术特性 那么带大家看一下 Dawis是如何做到快速和易用的 那么性能啊 是Dawis作为核心的技术特性啊 是我们过去十几年来以以贯知的目标 那么Dawis的各处设计细节啊 无一不体现了我们对于性能的一个极致的追求 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啊 就是存储计算和优化器啊 那么下面我们分别看一下我们在这三方面的一个具体的工作 那么首先是存储啊 存储呢是一个数据系统的根基啊 为了实现极致的一个性能啊 我们自研了原生的专有存储的模型和数据格式啊 那么我们的模型完全是面向高性能的啊 数据分析啊 优化啊 是完全那个劣势的存储 并且支持多种灵活的一个数据编码合适啊 同时呢啊支持高压缩比的一个数据压缩啊 并且为上层计算啊 优化提供了一个基础 对 那么同时我们的数据模型支持多种索引结构 并且非常容易扩展啊 可以支持到此持续去增强一些索引的能力啊 从而持续提升性能啊 当前我们已经内置了像这种前锥索引啊 啊 minimus索引 不容最佳的索引 以盗牌等等多种索引结构 那么可以支持用户呢 去自动的或者手动的啊 去使用这些索引啊 来提升其加速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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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曲 那么在一个计算方面呢啊 我们于2013年啊 将DAOX重构为完整的一个MPP架构啊 那不同于大数据领域传统的一个代格架构啊 MPP呢 能够通过这种多节点多核并行的事情 去更加充分的去利用我们集群的一个计算资源 从而显著降低啊 查询的延时啊 将传统代格这模型它的一个小值级啊 分钟级的这种查询延时啊 压缩到秒级啊 啊 那么更进一步 我们去年开始研发一个全新的啊 相量化的实际器啊 那么在新的版本之中呢 我们将传统的这种航式的啊 串行的执行啊 重构为劣势的并行执行 那么以更加充分的啊 去适配现在CPU它的数据管存啊 和执行流水线啊 同时呢 我们引入了啊 全面引入了一个CMD指定机 从而去进一步去对相量化的计算 进行一个加速啊 那么今年初我们已经正式啊 将限量化版本推向社区了啊 那么相比之前的非限量化的版本啊 我们有着二到十倍的一个性能提升啊 那么在性能方面 DOS的第三个重点领域就是优化性啊 那我们当时已经实现了啊 PU和CPU啊 商优化性啊 并且呢 基于这种丰富的统计信息啊 二者共同对查询进行一个优化啊 尤其是我们对于交易场景啊 进行了长期的打磨和优化啊 包括转移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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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啊 从而使得我们对于这种 就是多表关联场景啊 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支持啊 从而能够支持更加复杂的一些查询的场景 那么这是我们刚刚发布的啊 DOS1D1版本 它这个性能测试啊 这是一个SSB的一个测试的一个结果啊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成功通过了所有测试啊 并且各个测试都是在一个毫秒级 就可以返回了啊 相比于00U版本 我们有着超过三倍的一个性能提升啊 相比我们之前的非线性化版本啊 我们有二到十倍的一个啊 性能提升 对 那么除了一个核心的性能之外呢 啊 那么经过多年的这个实际的一个业务的打磨呢 啊 DOS1目前已成长为一款啊 成熟 易用的一个工业级的 Volive数据库 那么针对用户使用的全周期啊 包括啊 数据这个建模啊 数据的导入啊 一个交互式的查询分析啊 还有整个机群呢 它的用微管控等等 我们都提供了啊 非常多的一个支持 那么其他简化用户的一个使用 和用为它的一个复杂性啊 那么首先来看数据模型方面啊 我们提供了像这种轻型 雪花啊 宽表等全张景的一个知识啊 我们三种数据模型可以分辨用于支持这种 一句和啊 净准去从 明细啊 等等 多种需求 能够灵活的徐进队多种数据存储 协入 查询的需求啊 那么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支持灵活的一个乌花式图啊 可以支持选取任意维度啊 对指标进行投影啊 或者上卷啊 并且是能够同时支持这种原始的明信数据 以及固定的维度啊 从而为我们的力气数据和增量数据 都能提供很好的一个查询的性能啊 并且啊 我们可以确保我们的乌花式图 它的一个强的一致性啊 从而确保我们数据是最新的啊 对 那么 在用人方面呢 啊 我们是一个高度精简的一个系统架构啊 对外没有任何外部依赖 我们整个系统只有两个核心模块啊 没有任何外部的依赖啊 并任何节点都是可以线性扩展的啊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提供了大量的自动化运维的能力啊 包括这种在线的一个版本的升级啊 我们在线的库修容 以及自动的负载均衡等等啊 那么以上这些能力呢啊 使DOS运用为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 那么PALO啊 正是由我们原厂团队啊 基于DOS已经打造的新一代的啊 原生收藏产品啊 那么我们早在07年啊 我们早在17年啊 就已经开始了PALO的一个商业化啊 那么经过多年的商业化打磨啊 PALO已经成长为一款成熟的企业级的实际收藏产品 那么拥有诸多的企业级特性啊 啊同时呢我们以去年推出了全新的啊 在联融合的胡桑产品啊 PALO雷卡斯 当前该产品极大简化了大数据的一个数据链路 未来将重构我们企业大数据的一个基础设施啊 目前PALO雷卡斯呢 已经在百屋内部开展大规模去应用了 那么即将对外去展开一个商业化啊 该产品目前还是一个闭源状态 那么后续我们也会试试的把一些能力开放到社区啊 那么经过多年商业化打磨啊 PALO呢已经成长了一款安全稳定的啊 企业级的原生储藏 那么在开源DAOX的基础之上呢 那么PALO构建了大量的专有的企业级的特性 那么主要包括呢 首先是一个啊 现在的原生架构啊 我们支持GYS3的一个存在分离啊 支持多桑共享的一个数据架构啊 支持云上的一些超低成本的 异构资源和一些弹性的资源啊 从而给用户提供了更加极致的弹性和成本的能力啊 那么其次呢 我们有一个非常那个 易用的一个交互式管控平台和分析平台啊 包括这种易用的管理面和全面的运文面啊 并且位置一个交互式的分析平台啊 那么我们的分析师啊或者产品经理啊或者运营人员 那么可以直接在系统里面去自自的进行取数分析和可实化啊 非常方便啊 那么其次呢啊 我们通过我们在离线融合的架构啊 通过互方性架构啊 从而进一步去提升用户的一个使用体验啊 我们可以覆盖离线进线实实啊 这种更加全面的啊 数据场景啊 从而去简化用户他的一个大数据架构啊 提升他使用的体验啊 并且呢我们可以支持基于SN的一个啊 无方一体的架构啊 从而帮助用户去构建他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无方能力啊 同时我们通过我们统一的原数据啊 能够纳管读个不同的这种数据源支持联邦的查询 并且支持这种高性能的啊 查询条件下推啊 啊那么最后呢就是稳定和可靠啊 稳定性啊是我们企业级产品最核心的能力啊 那么我们经过了大规模的这种商业场景的打磨啊 拥有非常完善的一个企业级的稳定性的能力啊 并且我们提供这种完善的这种全线控制啊 脱敏加密审计等等企业级特性啊 同时呢我们提供金融级的登报合规啊 支持专有云门部署支持多种农灾的一个方案啊 啊那么以上这些能力我们都可以即刻在Pylo SaaS产品里面体验到啊 啊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即将推出的多云别人产品Pylo Cloud 啊那么它将呢多个余上面为用户提供一致的一个体验啊 啊以及更优的一个性价比 那么同时呢我们将提供啊多种跨云能力帮助用户为多云时代做好准备啊 就包括跨云的安全啊 跨云的数据迁移啊跨云弹性啊还有计算的一个前移啊 包括跨区域的一个数据和计算的调度啊等等啊 那么Pylo目前呢已经获得上百家啊商业的客户 那么遍及我们互联网金融制造商业等等各行各业 那么帮助我们的客户啊大幅的去加速其数据分析啊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两个案例啊 那么这是一个某头部啊互联网企业 它使用Pylo呢来构建其实时的用户数仓啊 啊那么用户物挑战包括它的规模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场景也是非常复杂的包括一些复杂招应场景啊 包括一些复杂一些这种在天的那种大规模 流出导入的一个一个一个场景啊 同时呢啊它的性能要求啊是也是非常高的啊 那么此前呢客户也曾经常试过这种行业里一些 比较热门的一些啊实时数仓吧 但是呢最终效果都没有办法达到客户的预期啊 那么最终进入综合比远啊 啊客户是使用了Pylo产品 那么可以看到呢 那么Pylo很好的满足了客户的一个要求 并且在各个方面啊均达到啊或者超过了客户的一个预期 那么接下来的案例呢是某头部的制造企业啊 客户使用Pylo构建其车间的啊生产线实时监控和优化系统啊 那么在这个案例里面呢 客户希望能够对于生产线上啊 各种异构传感器像温度啊啊 酸减度啊 涅浓度啊啊等等的传感器 它的海量呢实时数据进行汇聚啊 并且能够提供实时的分析和监控的服务啊 那么最终Pylo呢很好的支持了客户的需求 庆祝提升了客户原有系统端端端端端端的一个性能和实销性啊 那么商信之后呢啊 本项目是庆祝改善了客户生产性的一个良品率啊 降低了原材料消耗啊 提升了它的一个产能 对 以上啊就是我们啊 Pylo它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些案例的一个情况介绍啊 那么是有时间所限的 那么今天介绍我们先到这里啊 那么我们也欢迎感兴趣的朋友能够参与我们到这个社区里面来啊 并且过来试用我们Pylo的产品啊 那么扫描下方二维码啊 可以找到我了 那么感谢大家 原来呢 我们是一半熟了 那是一半熟了 它是一半熟了 比如说 这个房子 一半熟了 就是一半熟了